每天晚上 到了11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一天就要結束了 你會不會想想今天我做了什麼 我也沒有做自己呢 現在的人都很喜歡說 我到底要不要去找自己 還是做自己 今天我找到了三位 不知道是在做自己還是在做別人 好 第二名是齊佳瑞老師 你好 好 齊佳瑞老師一直應該 在她的父母眼中 她一直是很叛逆 很做自己 但是我認為她到40歲 在唱歌拍MV 是不是那個時候才算做自己 那不是40歲 那都已經47 8了 我就說好 聽一點嘛 那個不算做自己 算嗎 那個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只是可能開發另外一個 我之前不知道的我 然後沒想到我的潛力這麼大 因為我通常 我是不拒絕任何陌生的事物 像我一些朋友 如果有人說這個邀約你要不要 這個可能性你要不要 他們都說不要 那肯定會害我 讓我出球 讓我難堪 讓我怎麼樣 可是我是那種 聽起來蠻好玩的 我沒嘗試過 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就試了 所以她做自己做得很寬廣 另外一位我特別請來的是 我覺得她的工作應該是 開始沒有辦法做自己 就是立法委員 蔣雯 你好 她原來是做律師的在國外 然後我想不知道她哪一個使命感 或者是這個家族當中 我不知道 就是她就是帶了孩子老婆回來 就投入了競選 對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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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我要講八個非常辛苦的事情 然後你的生活完全就改變了 你應該就不能做自己了吧 不會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 還是你在做自己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都還是可以做自己 當然其實生活上面有很多的不同 的確像小燕姐講 就是現在自己的時間非常少 我原本可以譬如說週末時間 可以都陪太太帶小朋友出去玩 那現在反而週末的時候 我反而更忙 對 因為很多選區地方的行程 必須要參加 所以其實反而週末陪家人的時間少了 對 我認識她姐姐 她姐姐說 我們全家吃飯 現在人得講萬安 她的時間很少 要跟她先喬你的時間 要先喬她 爸媽才吃飯 沒有啦 其實 沒有 就家族聚會 我都盡量還是 在盡快跑回行程之後 然後去轉他們 所以我還是週末時間會抽出來 跟爸媽媽還有姐姐一起聚在一塊 吃個飯 我覺得這還是必要的 因為我覺得家人在一起 還是可以讓我在 很緊張的工作壓力之下 能夠得到一些舒緩 我覺得這樣其實讓我可以放鬆 然後跟家人在一起的時候 非常自在 還有一些人是跟家人在的時候 就不自在 你懂嗎 所以每個人都做自己的時間不一樣 對 有很多小孩回到家 爸媽都在 很不自在 在外面很囂張 對 沒事 我就回房間了 對 跟爸媽在一起其實 不是做自己 你已經過了那個時間 過了那個年紀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看他 一直都是這樣 他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做 空著的王位 他不曉得要把王位給誰 然後他有一個夢想學校 我不知道王文華做過很多的工作 他也跟很多年輕人在一起 你有沒有在做自己 我今天來之前都是在做自己 可是我看到講王安之後 我突然發現我不想做自己 我想做講王安 我想做講王安 長得帥 有老婆 有小孩 跟家人吃飯 他最後一個到 我跟家人吃飯我都先到 你都不遲到對不對 我都不遲到 對 他們都晚到 有時候他們甚至不來 而且晚到 大家還很感恩 他終於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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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們都沒來 我說怎麼都沒來 他們說不是約明天嗎 我真的年紀大了 遠遠哪一天吃飯都搞錯 我想做講王安 我不要做王文華 所以不想做自己 有很多人是不想做自己的 對不對 但是我不做王文華 王文華其實寫過很多書 在這裡頭 你也談到過 人要不要做自己 可是我覺得做自己跟找自己 其實是一面兩體 對不對 你不找到自己 你怎麼做自己對不對 沒錯 沒錯 大家講說做自己 好像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做自己 一種是不做自己 可是事實上最基本的問題是說 那自己是什麼 其實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在某一段階段之內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然後有時候做自己 有時候不做自己 然後跌跌狀況的過程中 才慢慢找到自己是誰 好 所以我昨天晚上仔細的想 來 小燕姐妳有做自己嗎 有 我昨天想了很久 因為先 就有這個題目 然後我就先去看別的劇本 那我就在想 待會你們都要講做自己 做自己 那我要怎麼講 我就想半天 我有在做自己嗎 我有不在做自己嗎 其實我沒有答應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沒有想過表示你就在做你自己 當然 從來沒有那種衝突或焦慮 那大部分人 不做自己的人都會有衝突焦慮 我說天啊 我好想做我自己怎麼辦 我想跟小燕姐一樣 能夠盡情的說話 能夠再沒有自信坐在這裡 能夠感動很多人 為什麼不能 我想要做我自己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 其實你是影響別人 做自己的那個人 不對 其實做自己有幾種對不對 你有說秀妮只有20歲 那就不是做自己 那我問你 那你今天裝扮是你想要的嗎 還是造型師給你的 我都 我OK 這樣穿我很舒服 但是你喜歡的 是你會給造型師一個方向 而不是說你被動 所以你就做你自己了 做20歲其實是不覺得 沒有 不是 所以 我買衣服 不管任何時期買衣服 都買大一號的 為未來做準備 沒有 你永遠白襯衫 藍褲子 你有什麼不一樣的 他有不一樣 他今天頭髮本來是那個樣子 被認出來 這一件真的是兩年前 我跟你講你來 你上過我多少次節目 你差不多都是這樣打開 而且都是從一件 我告訴你 從來沒有換過 沒有 小燕姐 他今天頭髮本來不一樣 他本來頭髮是放下來的 然後就在要上來前幾分鐘 他突然覺得 有哪裡不對勁 然後他就跟法庭師說 可以幫他再弄一下嗎 然後我馬上就說 幫他把底放上去 眉毛畫起來 頭髮吹起來 我說可以嗎 他說那這樣有做自己嗎 我說做這個自己很好 謝謝曲老師 幫我瞧著頭髮 但我想要告訴小燕姐 曲老師 其實這個並不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 在我的書中有一張照片 有一張照片 這才是真正的我 OK 完全不是你們平常想像的那樣子 對 我可以做真正的我嗎 我可以嗎 可以 我有看到這個 有帶來了 他有帶來了 有帶來了 這不是你演講這時候的造型 我一直想 我一直想做這樣的文化 這樣 不好意思 真髮白了就怕 假髮都白了 所以 太可怕了 你是喜歡做一個很龐克的你嗎 我記得我小時候是很龐克的 小時候 學生時候都不會有任何的顧忌 凡事都照自己的本能 我記得小時候學校很多才藝競賽 老師問說誰想要上來唱歌 都沒有人想要上來唱歌 我就是那第一個上去唱歌的 而且我拿著掃把 就可以當成麥克風在那邊唱歌 後來到了大學的時候 老師說誰想要唱來唱歌 也沒有人想要唱歌 後來我拿著湯匙 就能用上去唱歌這樣 我覺得在學生時代都很能做自己 可是進入社會之後 好像就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慢慢的 顧忌多了 不能做自己了 我覺得你這不是做自己 我覺得你這應該是 就是你要步入另外一個更老的年紀 你不想長大 你想回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的外甥女 她現在22歲 她才回台北 回台北第一件事 她就是把頭髮染成這個 漂成白的 花了八個小時在美容院 整個躺髮這樣 全部白的還贏的 結果一回到家 她媽沒說什麼 我媽媽大罵 罵到她哭 說你把自己搞定這樣 你要做什麼 她說我就覺得這好玩 是做自己嗎 她說沒有 在美國很流行 那我媽說 你為什麼搞定這樣 你給我染回去 大哭街上去 我要家庭革命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媽說 我說她22歲就這麼一次 你就讓她做她自己吧 我媽說可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看著你這樣 我就覺得說 你明明就想年輕 對不對 我鼓勵她做自己 不過我覺得不鼓勵她染成白的 因為20年後42歲 她遲早會白 而且我覺得 真的不用 到我這個年齡 她一定白 而已了 我們還要染黑 很麻煩 真的不用 你等一等 幾十年以後你就一定白了 但是我想 在你的家庭當中 你們家的姐妹什麼 家教看起來都很好的 所以你在之前念律師 你從小有皮過嗎 當然有 小時候當然還是會做很多壞事 尤其 有 壞事嗎 就是很調皮的事情 當然也會 這個 做一些 被爸媽媽 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不管是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想青少年的時候 男生總是會看一些 比較 限制級的書籍 資質通鑑 對 我好直接了解了 資質通鑑 那是一本具有震撼力的書 對 當然我想都會經過那樣的過程 然後這個 在學校跟同學 譬如說翻牆 這些在違反校規的事情 可能也是 這個 回家以後被爸媽媽 發現以後 被老師告知 然後被罵一頓 就當然會 總是會經歷這些 可能 可是就 這都不是算不做自己 都是做自己 就是 完全就是想要去嘗試 然後也不會顧忌這麼多 有時候反而是我的同學 幫我顧忌 他說 萬恩 這個 你的身分跟我們這樣一起做壞事 不好吧 我說沒有關係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 我就覺得會很自在 我覺得我同學反而幫我顧忌太多 對 所以一直到現在為止 到後來當然 出國念書 出社會工作 我覺得我都還是覺得 對的事情我就會做 或是我想嘗試的 我就會願意去做 去試看看 對 那當然不管是 尤其到國外的時候 我的這個 因為很多時候在美國工作 在事務所 包括我的老闆 後來也都 也是事後知道我的身分 他們反而也會幫我想很多 我反而會跟他們講說 你們不用想那麼多 這個其實我就想要 我想做的事情 我會跟你們講 然後你們也讓我去做 所以 一直到現在當然我轉換跑道 到這個立法院去工作 那 我覺得 其實我也一直在想 像今天上節目前 到底什麼事做自己 什麼事做自己 對不對 不要想很久 其實 其實說實話我的個性 我摩羯座跟屈老師一樣 金牛座 我們都圖像星座 基本上在立法院就是政治工坊 然後大家彼此這個 不管質詢 尖鋒槍隊 那我 其實我們個性基本上 一開始並不是這麼的尖銳 我們是比較溫和 比較平穩 但是我覺得也會隨著 不管是工作上面的歷練 時間的這個推進 然後會慢慢的發現自己的一些 潛能 其實做自己不是一件 好 我常講做自己是不是找自己 而且做自己 如果他會跟別人 當你替別人想 你想做自己 但是這個做自己 跟別人會有衝突的時候 你要不要替別人想 其實這好像都是有淺淺深深的關係 所以做自己很多人講 我因為不能做自己 因為我爸媽希望我怎樣 有很多人 其實有大部分的人 現在坐在電視機前面 坐在那裡 你可能覺得 我沒有辦法做自己 因為我的父母希望我 以後做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也有很多人覺得 我不能做自己 因為我太太希望我怎麼樣 我先生希望我怎麼樣 或者我已經有了小孩了 所以我也不能怎麼樣 對 你知道我常常去演講 每次演講完台下的聽眾 觀眾他們就會說 曲老師你好棒 你好能做自己 那我說 所以你想要怎麼樣 他說我希望可以跟你一樣 那我說請問你在念書嗎 有一次我就有點難的 他說沒有 我已經工作了 我說工作怎麼樣 你喜歡這個工作嗎 他說還好 還好 我說那你怎麼找到的 他說我爸覺得這個工作蠻穩定的 然後我說那你有教我對象嗎 他說有啊 我說教你怎麼樣 他說我媽也很喜歡 應該會結婚 應該會結婚 如果沒有錯的話應該會結婚吧 那我就說 那你肯定你不愛這個女的 你也不愛你的工作啊 那你怎麼會能夠 忍受在這個環境這麼久 他說因為很安穩 然後他說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怎麼... 所以這個路就這樣走來 那我說你現在二十幾歲 他說二十代七八歲 那我說你到三七八 你到四十七八 你可能會...會瘋掉 那天我說你再覺醒太遲了 你應該好好醒醒吧 你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講做自己的 你不要今天看完那個節目以後 回去跟老公吵架或怎麼樣 你說自己是要有條件 對 好 那我講條件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 我一個很好的造型師的朋友 他也是在第一次來面化妝 後來越化越好之後 他覺得說這個工作很穩定 但是他想要跳脫 然後跳脫之後他說 他工作了八年 存了大概兩三百萬 OK 他就說那我說你要去哪裡 他說他當然想去英國念書 我說你瘋了 他說對啊 他說我媽說你瘋了 家裡的家氣靠你耶 哥哥小孩要念書耶 你還沒結婚耶 所以你要養家耶 哥哥都說你不能走 他就說媽媽 真的你讓我走 你讓我去一下下 讓我去個一年 如果不行我就回來 媽媽說 可你這個存的錢應該給家用 他說 他說我想自己再上進我要去學 而且我把英文學好 我要考託服什麼的 他真的去了 他說一開始去的時候 他很痛苦 想說我是不是來錯了 沒有想到才去半年之後 台灣就一個很知名的藝人 剛好要去歐洲有一個秀 需要人在那邊能夠化妝 他們就想到他 沒想到這一話 因為他去過那邊半年之後 經過那邊教育的洗禮 有全新的概念跟視野 畫出來就不一樣了 結果後來真正把課程 兩三年念完回到台灣 現在是 No.1 那他這個故事 我常常會跟我周圍 別的我認識的化妝師講 那每個人就有不同的藉口了 一個皇子就說不行啊 我要結婚啦 家裡可能會反對啊 那另外一個皇子我說 你結婚了耶 而且小孩都已經五歲跟四歲 他說對 可是先生不會讓我去的 而且工作會說話 那另外一個化妝師 我就說 你單身你可以去吧 因為我都看他們這麼棒 我覺得你們可以更上十層樓的 他就說 沒有啊 可是我的興趣在什麼 我的這些錢要存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所以做自己其實是要條件 是要 而且必須要 排除很多別人的眼光 我鼓勵大家去看看 別人看你的眼光是不是錯的 因為常常別人是看走眼 我講一個我的故事 就是 而且這故事發生不只一次 有時候我在一些公共場所 會看到一些讀者 他看到我就這樣 我覺得做自己就是 讓自己每天都開開心心的 但是讓自己開心 並不是就是去做違法的事情 做自己就是要有想法 不要讓別人牽著走 做自己 就是把自己應該做的 自己能做的 跟自己喜歡做的 在不同的時間點上 分配得很好 做自己 首先要認識自己 自己是誰 要做些什麼事 目標在哪裡 鼓勵大家去看看 別人看你的眼光 是不是錯的 因為常常別人是看走眼 我講一個我的故事 就是 而且這故事發生不只一次 有時候我在一些公共場所 會看到一些讀者 他看到我就這樣 你不就那知名作家嗎 那只要對方很可愛 我通常都會承認 是… 然後他就拿出紙筆 我幫他簽名 當然很棒 我都會拿紙語幫他簽名 然後通常我在低頭簽名的時候 他就會低頭看著我 就說真的是你耶 我在電視上看過你耶 你好像本人比較瘦耶 有點尷尬 不過沒關係嘛 反正簽名尷尬一點無所謂 不過通常最尷尬的 是接下來他講了一句話 以及一個動作 這件事發生過兩次 全真萬確 這個粉絲就用力拍了我的肩說 我好喜歡你喔 吳若荃老師 所以別人是會看走眼的 不要後代別人也光臨 這時候我就會八千吳若荃這樣 對 然後說 竟然你喜歡看我的書 聽說王華寫得也不錯 你要不要買來看看 他沒有聽說王華寫得也不錯 他沒有聽說王華寫得很好看 對 他沒有聽說王華寫 好 我們來看看 其實做自己 你萬安 你現在的定義 在此刻你想到的做自己的定義 是什麼 你覺得 我覺得做自己就是 對我來講是 最自在快樂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其實剛剛王華老師講到這個例子 我也講一個我的故事 就是說 當然進入立法院以後 可能有比較多朋友 在媒體上會看到我 所以有一次我自己 就我平常習慣都會 自己去到7-11去 繳一些帳單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自己戴個帽子 然後我就去繳 結果那個櫃台那年輕人就說 他幫我就逼 逼 逼以後 他就說 蔣先生你自己來繳費 我就說 我頓了一下 我想說 平常我都自己來繳費 他可能覺得說 可能現在身分不一樣 好像應該會有人幫我繳費 可是我覺得就 我的生活就還是一樣 就譬如我自己繳費 然後我會帶小朋友自己出去玩 到公園走走等等 我也會常到夜市去 那有一次我也是到夜市攤販 然後老闆娘一開始也不會把我叫 就不會認出我 然後後來等到我要結帳的時候 他說 委員 你也很愛吃我們家這個臭豆腐 我說對啊 我以前常來 就他們會 就突然認出我 那當下我會覺得有時候會 比較不自在 但是我會因為 也不會因為這些事情 然後改變說我的一些做法 我就不會 我也不會說 好像以後就不去 或說買外帶 但你也不要去 所以老人太多電話 他會說 好 國民黨的希望 你壓力會很大 我已經有承受到這樣的壓力 有沒有... 就是年紀比較大 看到你就這樣 看到了希望是不是 會有... 真的會除了這樣子 然後會有很多很熱情的民眾 然後甚至會很激動 會跟他講說 除了說你是我們希望啊 要加油啊等等 然後甚至有人說 要小心安全喔 真的 他會跟我說 聽說最近 小心了 人身安全什麼的 對 當他們是很熱情 然後會很緊張 有時候會很想照顧我的 這個生活作息等等 想確保我就是 都不會被別人干擾 或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都出於好心 當然我覺得就是 民眾都非常熱情 真的是 有時候也很可愛 對 所以做自己 對你來講是什麼 沒有 剛剛聽到你講那個 有人就是攔截你 在路上那個 其實我也常發聲 然後我一般 一直來我都是 就是來者不去 可是到了有一個點 突然覺得人太多了 好像是在一年多前 突然我有一點點倦怠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記得我跟我媽 在走路的時候 我就會有時候 我不會回頭了 我就跟我媽 比如說我跟媽走 然後我們走走 我就要往前走 你會聽到有人說 那許家瑞徐老師 我就說媽趕快走... 媽說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就覺得說 我不想要回 不好意思 好自然喔 對 可是有 我剛剛一直想想 你不要摸他的手 可是很多時候 我媽媽很呆 我媽會說 家瑞 有人叫你 我說我去叫 你為什麼要叫 然後立委說 你要拍照嗎 真的嗎 他們說 學老師你好棒 我說你要怎麼拍 這樣拍 你怎樣拍 他說我再拍完之後 他說不行 我剛剛眼睛有翻 我說那再來一張 你要這樣子嗎 搭肩嗎 Kiss me 都可以都拍 拍完之後他們就會說 粉絲就會說 學老師你知道嗎 你是我遇過最好的藝人 別的藝人都擺一個臉 都不讓我拍 我想說好險 我剛剛那個臉沒有讓你看到 可是我真的 我做自己 有時候我不想回頭 你知道嗎 我想一直走 可是我沒有辦法 尤其帶著我那個老媽媽 我媽說 等一下 那真的是許家瑞 快點快點來 這是家瑞 你快點拍照 我真的沒辦法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哪個 才做自己 所以人是不容易做自己的 對不對 其實他們是要跟去媽媽拍照 你覺得做自己 一個很重要的點是什麼 我覺得好多 做自己不等於快樂吧 這樣可以嗎 Yes 我覺得 好 很多人覺得我做了自己 我就很快樂 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你做自己很可能是 比如說 我決定我要做自己了 但是可能父母不喜歡 老婆不喜歡 孩子不喜歡 你可能有些人 也許一輩子就在家裡 突然有一天 他告訴家裡的人說 我走了我要去幹嘛 我要去抱個吉他 騎個重機出去了 他等於做了自己 可是他就等於 拋棄了他原來的生活 所以做自己在他心底 難道沒有一點點勸救 也可能是 所以做自己也不等於快樂 我覺得很難 而且是一個兩難 有的時候我們覺得說 講得很簡單 我做我自己 我很爽 可是其實心裡面 我覺得你失去更多東西 反正是這麼多年來 我自己的想法 而且你知道 像我做自己的話 我的意思說 不等於快樂的意思說 因為你知道 我通常 我的人生裡面 我一樣有一個 我很崇拜的對象 然後在他旁邊 我覺得極度安全 等於是我跟著他 走像個老師一樣 像導師一樣 可是我常常會混淆 會把那個心靈導師這個人 變成我的伴侶 所以久了之後 我就變成他的傀儡 他這樣拉著我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 我都尋求他 然後有沒有他 我都一定要問他說 我今天要上講演之夜 我講這些問題 你覺得可以嗎 我都會這樣子 對啊 之後明天要演講 或者大家問我之後 我就會問他 然後這個人說 可以 要講得非常好 那你跟他在一起久了 你就沒有做自己了 可是大家看到的那個我是 殊不知後面 有一個隱形的線在拉 對 可是當這個人 如果他不見的時候 他跟我說 夠了 曲家瑞 我受不了了 我沒有辦法再跟你在一起了 他把事情剪斷的時候 我整個人 是崩潰的 可是在大家認為 我很快樂 很光鮮的那一面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並不是快樂 因為其實我是很空的 所以做自己太多了 而且這個等於是 我在找自己的旅程中 經過的很多 很多不同的片段 你不是說 今天你說你要做自己 你就能做 你要去找 踏上那個旅程才是最孤獨 最孤單的 你能不能自己一直走 走這麼多年 走到現在你幾歲了 不要講了 就是說你要找 他是一個還在找賴 你看曲老師現在 我都已經50 我還在找我自己 他不是一個什麼 年輕的15歲的口號 我50歲我還沒找到 而且這是理所當然的 我用盡各種方法 人可能是越年紀越大 越會覺得沒有辦法 找到自己 我剛才聽角彎跟曲阿瑞講 我發現我不要做角彎 我還是做自己好 你看他出門 別人都會叮囑他說 萬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開車出門我媽都說 文華要注意別人的安全 我當然沒辦法做角彎 而且你在外面 做了什麼事情的話 如果把人家絆倒 你就說無若全做 所以我想 你做自己的定義在什麼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小燕姐一開始來講 你要藉由很多的探索 找到自己是誰 對 我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我的有一些 不管是粉絲或客戶 常常會收一些禮物 他們會把他們心目中 王文華給畫出來 我今天特別帶了兩個 不同的客戶畫我的樣子 其中一個 在他心目中 王文華就是一個超人 所以他把王文華的頭 看在一個超人的身體上 身體裡面 對 好像王文華無手不能這樣 可是你看另外一個 讀者他畫王文華就是一個 戴著眼鏡 冰冰有禮的 平常我們看到的這個 書袋子的樣子 所以你看同樣是別人 他看你會有不同的面向 我覺得這些別人的看法 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那我們自己到底是什麼 是那個超人的王文華嗎 還是那個書袋子的王文華 然後在慢慢的探尋過程中 找到真正的自己是什麼 從那點開始 慢慢做自己 這個 我在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抄了一樣東西 他說其實自我有很多的 找自己有很多的東西 就是在所說的 動作不等於進展 他說移動不等於進展 就是說勞動就不等於運動 是 觀光不等於旅行 做愛不等於愛 做人不等於做自己 麻木不等於充實 生存不等於生命 好 你看 我們都是在左邊還是在右邊 比如說我這邊嘛 這邊是左邊還是右邊 好 這邊是勞動 它不等於運動 其實這個道理你想想看其實也對 因為你運動其實真的不等於勞動 對 我們現在的運動不等於勞動 觀光真的不等於旅行 對不對 旅行跟觀光是完全兩回事 做愛不等於愛 對很多人來講是的 其實我寫這些 我突然在停一下 我想我是哪一邊 我是愛啊 我是愛啊 OK 好 不多但是愛 好 做人不等於做自己 也是啊 我們做人 生下來就在做人嘛 其實做人做很久 很多的時候你在 很做人的時候 是不等於做自己 而且很多做人是我們 是為別人而做的那個我 我可能是別人心目中期待的那個 曲家瑞 然後爸媽心目中期待的那個女兒 姐姐 弟弟妹妹心目中期待的那個 姐姐 然後或妹妹 然後許申心目中期待的那個老師 然後粉絲心目中期待的那個我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直以來就覺得說 天啊 我這樣活得好累 因為每次爸媽出去回來就會說 別人家的小孩怎麼樣 你給我搞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男朋友就說 他以前前女友怎麼... 然後你給我弄這樣子 這個... 很多了 不然他就說 不然就是我穿的衣服又不得體 又怎麼... 然後學員就說 別的老師怎麼... 可是別的老師不是這樣說 你怎麼... 然後我整個就覺得Oh my God 或者粉絲也會說 你以前不是這樣另外一次 所以我後來就到一個點 我就覺得說夠了 我要想想看 那我到底是誰 我好像從來沒做過自己 我是不是太在乎別人怎麼看我了 對 所以我一直在討好別人 到最後別人根本不在乎 他們說 誰讓你不做你自己 天啊 所以我不是我自己嗎 好 要 那咱們就來做自己嗎 好不好 來吧 誰怕誰 不要 這常常是有很多人 對 然後我還在想 比如說萬安你決定律師 從美國的要回來這生活 那你老婆嫁你的時候 你是一個律師嘛 對不對 是在美國生活的 是一個很安定的生活 所以他現在你要回台灣 來競選這些 那他會不會說我嫁的 已經不是原來的蔣萬安 其實我覺得可能 所以你老婆才去參加他的夢想 這在書上有證明了對不對 對 這書上 黃華老師書上有提到我太太 對 這是他的學生 不過重點是萬安 為什麼你老婆跟你結婚這麼多年 而且有一個小孩之後 他依然覺得心靈 有一塊空虛的角落 要去大家夢想學 我覺得是完全講反 我覺得做自己的定義就是 隨心所欲 不預局 我認為做自己 就是要先做見自己 再讓苦都要吞得下去 男人的淚是絕對不能輕易的 流下來的 做自己就是離開舒適宣 去完成自己 曾經想要的夢想 說走就走 一起去吧 做自己就是想要幹嘛就幹嘛 開心就好 這裡有書上有證明了對不對 對 這書上 黃華老師書上有提到我太太 對 這是他的學生 重點是萬安 為什麼你老婆跟你結婚這麼多年 而且有一個小孩之後 他依然覺得心靈 有一塊空虛的角落 要去大家夢想學 我覺得是完全講反 是因為我太得到太多的滿足 他覺得他需要尋找 新的一些刺激跟夢想 所以去上黃華老師的課 我的天啊 你真的都很會講 就是說小燕姐剛剛問我說 為什麼會從律師的職業 然後轉換跑道 或者說我太太她會不會對於說 我這樣子一個轉換 她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其實我們在討論說 做自己 可能大家都比較侷限在說 好像自己就是很固定 就是那樣的一個風格 那樣的個性或風格 可是事實上每個人 從小到大 你的想法會隨著你的歷練 然後時間不斷不斷的 這樣的演進 會有變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自己 最主要 你自己也會慢慢的不同 比如說可能過去你是比較沉穩 比較內向 可是到後來 可能過了青少年時期 你就會變得比較外放 比較活潑 然後出了社會以後 可能又變得比較內斂 比較拘謹 就會隨不同的時段 你的自己會不斷的演進 當了列委 武功就好起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可是像曲教育老師講的 就是說 大部分人因為在 我們台灣這個交易體制下面 可能都會想要說 活在別人的眼光之下 不管是從小 父母 兄弟姊妹 同儕之間 或是未來我覺得 老闆希望我是什麼樣的員工 我可能就要符合他的要求 就比較沒有辦法 真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這樣子 可能就比較真的是 活在人家的眼光下 就不是真的做自己 那自己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今天譬如說 像我一般出門 我是很隨興的 我大部分時間就穿個短褲 然後穿個這個 涼涼鞋就出門 那先被人家查問 對 還是塑膠袋是不是 我會隨便帶著證件 我不會放在家裡 對…要帶證件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最主要其實 不要擔心說好像 今天我突然想做什麼事情 然後回過來說 我是變成不是做我自己了 可是事實上只要你覺得 這是你想去做的 你就去做 這不是說你就不是自己 而是可能這時候 你的想法已經跟過去不同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大家過去會覺得說 那個自己最核心的 就是固定 就是那樣的個性 你是用這樣子 來說服你老婆的嗎 對 所以我… 如果我是你老婆 我就說我還是去夢想出場 王陽 我很純通的告訴你 你老婆在我的學校中 告訴我的故事 不是 不是這樣 讓我告訴大家真相是什麼 來吧 那表示我太太沒有做自己 對 原來我被騙了 不過我呼應萬安講的 我覺得 剛才佳瑞講了 有別人會批評我們 有時候那些批評是惡意的 讓我們沒有辦法做自己 但是有時候 我們的家人一些善意的關心 其實也會讓我們沒有辦法做自己 像我的話 我自己以前在大企業上班 都有固定的薪水 後來我決定自己出來創業 突然之間沒有固定的薪水了 我媽就常常問我一句話說 最近有能收入 壓力很大 她不只是這樣問 她還會每一次從來沒有例外 到前面還是這樣 每次看到她 我就塞給我200塊 她只塞200塊 她也沒有多的錢 她又怕你餓著 準備 所以我的錢包裡永遠有200塊 我坐計程車都不會沒有零錢 那我的方法就是說 如果跟父母解釋你要做的事情 他們沒有辦法了解的話 邀請他們來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去演講 如果我媽行動方面 我就帶著她 她坐在第一排 雖然其他人都是年輕人 她一個老人家坐在那邊 有些個個不入 但是她可以在現場知道說 你看我的兒子現在做這件事情 有這麼多人跟他一起做這件事情 他能從這件事情中賺到錢 他們的擔心慢慢就會減弱 就讓你少掉了一些 沒有辦法做自己的壓力 也對 那我的媽媽又是另外一種 我跟妳不一樣 我講很簡單 比如說昨天晚上 我在臉書直播 多少粉絲 幾千個問題在問 每個人都說 缺老師無愧 我怎麼做自己 我就回答頭頭是道 我說妳要堅持 妳要勇敢 妳要怎麼樣 妳不喜歡妳工作 沒有關係 妳就慢慢熬過三年 妳不喜歡妳對相片 講完之後 我直播完結束之後 都快要1點鐘凌晨了 然後我在我的工作室摸摸弄弄 回到家可能兩三點了 我今天早上起來要出門 我媽在飯店等 佳瑞 妳昨天去哪裡 我說我在學校 然後我去了一個什麼地方 然後後來我回來 我在工作室直播 我在什麼地方 他說還有呢 真的嗎 妳又做別的事情嗎 為什麼那麼晚回來呢 直播要這麼晚嗎 我想說天啊 我是大家眼中心目中 那個最做自己的人 在我媽心目中 我沒有辦法 我還要一直跟她解釋 7點到幾點 後來化妝 然後我幹嘛 我講半天 我媽說現在早一點 不要讓媽媽擔心了 妳又在做什麼 她完全是抱著質疑的 那個眼神跟口氣 我就覺得想說 超NO的 是大家面前的那個我 跟私底下完全不一樣 我媽還要查 她以為我在為了 教新的對象 不回家也怎麼樣 我解釋半天 我說我在教大家做自己 你知道嗎 我花了一個多小時在直播 你知道嗎 我都沒有辦法 所以下次又要妳媽 一起參加妳的直播 對 她媽會走過來說 好 不要問了 我女兒要回家睡覺 沒有 其實我一直覺得 做自己有的時候 像有些人講說 認識自己 自己是誰 要做什麼 目標在哪裡 但是我有的時候在想 她也覺得她沒辦法做自己 因為有媽媽在 但是從另外一些人的角度來 我如果能做自己 其實我家庭環境要還不錯 有些人 有些孩子 對不對 比如說我環境不錯 我可以讓妳隨行去學音樂 妳不用養家 不像很多人 有很多人覺得說 其實我幾歲就開始出來做工作 我做的也不是我要的工作 因為她也不知道她要什麼 但是我就是為了養家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自己 這是一個很多很多人 在覺得我沒有辦法做自己的時候 但是我要講好 我環境很好 但是我工作已經工作20年了 我教書 而且我20年前 我剛從國外回來 我來教書的時候 我以為我在這個大學裡面 可以教我在美國所學的 完全一樣的 不行 我的老闆說 妳就照著我給妳的課程這樣教 我說 我不是要做我自己嗎 然後我要教學人做自己 把我在紐約學的那一派 全部帶回來 他說我們有一個既定的課程 就這樣排 一開始我心裡很反抗的排斥 可是後來我想說 未必 或許這個是台灣的教育方式 因為我沒有在台灣念過 高中跟大學 所以我不知道 有的時候妳可以試試看 對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試一個方法 我就把我的老闆 交給我的這一套 融入在我自己的裡面 我加一點我的進來 一年加一點的 一年加一點的 結果這個課線是我們系上 應該是最棒 最夯的課 然後妳說我沒有做自己嗎 有 只是我在這個大架構下面 我把老闆交給我的東西 融入了之後 可能我用我的方式 詮釋出來 我覺得我做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一種做自己 沒有說我要推翻這一切 我否定我老闆給我的 然後妳自己去做 可能我還開創不出來 但是我接受了他的 我承認說OK 好 那既然在這個地方 做一間和尚敲一間鐘 我就好好的做 然後我要想想看 我有沒有能耐 把老闆給我的東西 發揮到極致 結果就做到了 對的確做自己 有時候是一種奢侈 如果說我要養家 自己的夢想有時候 就必須放在旁邊 但是縱使如此 我覺得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某種優勢 你可以在那一點上做自己 我想講一個我的故事 就是萬恩在美國是唸法律 我是唸企業管理 我們企業管理 研究所上課的時候 不是老是在上面講 我們在下面聽的 而是說 老師會告訴你一個企業的案例 然後大家都要舉手發言 要討論 期末的成績 你在課堂上的發言 就佔了二分之一 這對於我們這種外國學生來講 比較困難 這是我們的劣勢 因為我們英文講的也不好 那些老外也都 像財狼虎豹一樣很激情 一搶過他們 所以我修一堂 叫做小型企業的課 我學期到了一半 我還沒有開張過 那我緊張了 那到了最後 如果都不發言的話 那不是慘了嗎 所以有一次 我終於看到我的機會了 那一堂課 我記得是講一個 義大利的家族企業 很小的公司 他們很特別 在那個公司的 大門進去的地方 樹立了一個創辦人 這個爺爺的同向 那老師又問說 各位同學 為什麼一家公司的大廳 要放同向呢 那因為在美國 同向不流行 所以那些美國人 都沒有立刻舉手 你猜猜看 現場那三四十個人中 誰是從小到大 在同向之前長大的呢 你 我當時就立刻這樣子 我相信你自己 就是做自己最原始的決定 做自己就是要判定 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就叫做自己 有一次 我終於看到我的機會 那一堂課 我記得是講一個 義大利的家族企業 很小的公司 他們很特別 在那個公司的 大門進去的地方 樹立了一個創辦人 這個爺爺的同向 那老師又問說 各位同學 為什麼一家公司的大廳 要放同向呢 那因為在美國 同向不流行 所以那些美國人 都沒有立刻舉手 你猜猜看 現場那三四十個人中 誰是從小到大 在同向之前長大的呢 你 我當時就立刻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再會有機會 對不起孔子孟子 先賢先烈 所以對於不管是經濟環境 或是其他環境不好的朋友 我覺得可以去找出 你那唯一獨特的優勢 在那一點上做自己 其實我覺得做自己還有一點 就是人要對自己有點信心 對 有的時候你為了要吻合別人 你就自己就不是自己了 就像大家比如說 很簡單的時候 大家聊天 誰穿的衣服好不好看 你不喜歡什麼音樂什麼的 那一群你知道 你知道在那種派對裡 大家都這樣 就有一個人 我好喜歡那個誰的爵士樂 我說我聽不懂 我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天很想做自己 然後他就說 誰的那個旁邊的人 就說對啊... 然後就說你喜歡 我說我聽不懂 就大家有點... 你不喜歡爵士樂 我說我沒有不... 我嫌有點吵 因為他... 我的音樂素養不夠好 我有點聽不懂 而且我覺得我心煩的時候 卻絕對不能聽 我心不煩的時候 他... 我說OK 我心很煩的時候 我的問題沒解決的時候 他... 我一定把它換成別的音樂 對 我覺得當然如果有一個爵士樂手在那 我就不會講 因為那個可能對人家的表演 其實大家閒聊的時候 我就可以這樣講 這也不曉得算不算準 這當然算 我覺得這個就是讓我想到其實 有時候真的是看常喝 我自己... 因為現在開始會有一些行程 或是有時候要應酬的時候 那常常會這個... 喝紅酒 那其實我自己是不太常喝 而且我也不懂得平酒 可是有時候 大家這個... 這個... 平酒起來 頭頭是到 那可能多少我也要搭幾句 可是事實上那真的是 對我來講 是還滿拘謹很痛苦 我還真的 有時候趕快行程結束 我還寧願找我高中同學出來 到個海產店 開個生評 多自在 吃一點快炒 我覺得舒服多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當下 會讓我覺得說 那才是真的我自己 那... 的確我也覺得王老老師講的 就是說善用自己的優勢 還有小燕姐講的自信 我自己當時在東岸念書的時候 那法學院剛畢業 我周遭所有的這些朋友 他們第一首選 都是想要留在紐約 希望當華爾街的律師 穿個黑西裝 非常神器的 進出這些投資銀行 但是我那時候 在第二年暑假的時候 我的實習機會 剛好是在加州 在這個矽谷 那邊就是非常的casual 非常的休閒 甚至律師事務所 大家也是平常日 除非跟客戶見面 不然都不打領帶 就穿個這個西裝外套就可以 所以那一次暑假的實習 讓我覺得說 綠色生活也是可以非常的休閒 不需要這麼的嚴肅跟拘謹 所以後來畢業我就決定 因為他給我offer 讓我願意畢業回去這個事務所 所以我就決定去 當然當時 不管是我法學院的一些老師 或是我的一些很好的朋友 他們都認為說 既然有機會 應該留在紐約 我當時的確有機會 沒有想到他是為了 西裝領帶留在裡面 沒有 最主要是我那年暑假 感受到就是覺得 我覺得 我就是很喜歡 加州那種氣氛 我呼應一下小燕姐的故事 我也曾經出過一次球 我那時候 剛從美國回到台灣 我在一個電影公司工作 有時候我們宣傳一些電影 開一些記者會等等的 我剛回來我對國內的情形 特別是演藝界的情形 不太了解 所以有一次要籌辦一個活動 我的同事跟我建議說 這個活動 我們要不要找伊玲的美女來幫忙 我當時就說 真的 我們要得到蔡伊玲 伊玲 Model公司對不對 不曉得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就坦白承認自己 不懂什麼事情 是可愛的 我不懂模特兒 但是我懂電影 那你可以轉過來 去談你懂的東西 那我要講一個我的損失 你的損失 對 就是我在 我記得應該是高中要畢業的時候 我們就是班上有個英文課 老師叫我們講關於愛這個東西 那同學你知道每個人很愛發言 我談過幾次戀愛 我跟誰的愛 我跟我爸爸的愛 我跟家人的愛 我跟我寵物的愛 一直講一講 那上課的時候老師叫我講 你知道我們台灣來 不太會講話 英文不好 可是我還是要講 我就說我跟我爸完全沒有愛 我爸都不要我了 我爸都丟到美國來 我沒有愛 寵物 我們家不准養狗的 少許養個狗 養我一口 No 男朋友 我是求女男男朋友 不可以的 我們胖 結婚前不可以發的關係 不可以 可是老師說 沒有的話你就不寫 我說我沒辦法寫 我說老師換個題目就寫 老師說一定要寫 我說我不寫 後來我還真沒教 那個就被當了 真的被當 被當就是被當 因為你太不尊重那個老師了 所以我想講一點 就是說我們今天到目前為止 是談做自己 但你做自己很好 你也要讓別人能夠做自己 就是你做自己 不能夠對別人造成傷害 對 有一次有一個聚會 有一個有趣的對話 就是我們一些朋友聚在一起 其中有個朋友就說 我兒子想跟我借一百萬去開咖啡廳 現在很多年輕人開咖啡廳 你們覺得我應該借嗎 所以他當場問了一些朋友 大家七嘴八嘴 有人說當然應該借 他是你兒子 有人就說他要去咖啡廳 他的夢想 讓他自己去賺錢 對不對 所以大家吵了半天 最後就問他說 那你最後借了沒有 這個媽媽大概五個幾個 她就說我最後借了 然後別人就會說 為什麼你最後決定要借他 那個媽媽就說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也想開咖啡廳 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沒有辦法做自己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要養他們的孩子 他必須要暫時把自己放下來 去成就另外一個他們覺得 更大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有機會做自己的時候 不要去嘲笑那些 特別是我們的父母 不要去傷害他們 不要去批評他們 因為也許他們這一輩子 沒辦法做自己的原因 是因為 是因為他們要養我們 讓我們能做自己 讓我們能做自己 對 今天的最後 對著鏡頭說 做自己 勸一下要做自己的人 要怎麼辦 我的做愛等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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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白虹 你想啊 你做愛等於愛嗎 你是哪一種啊 我就詮釋一下剛才 好 為什麼我說做愛不等於愛 官方不等於理行呢 就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在做愛 或者說在官方說 在做自己 更有意識 更有目標 更有層次的去做這些事情 而不是因為 就是做人不等於做自己 沒錯 不是跟著別人走 我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選擇了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做自己的第一步 就是做個選擇吧 好 那等一下 那我再補充一下 你結尾 我要講 OK 勇於成負面的自己 我要講 因為我教室教很多年 然後有一次 我的學生跟我打一個小報告 他說曲老師 我在走廊聽到 其他學生在講你 我說講我什麼 他們說 他們說你講話很大聲 因為你很沒有自信 然後他們說 你收集很多玩具 因為你很孤單 然後你喜歡這樣 哈哈哈哈這樣笑 因為其實 你很希望大家注意你 他就跟我打小報告 他說就那幾個人講 我當時一聽我說 我非得放掉這個人不可 我就在走廊上走 可是還沒走完 那個走廊 還沒走到教室 我就想說 這就是我 有什麼不好 我就是這麼大聲 我就是沒自信 我就是很孤單 我就是很寂寞 我就是需要大家的注意力 我那時候還謝謝那些學生 我心裡謝謝他們 現在要跟那些學生講 就是當時你們講我 我真的謝謝你們 然後讓我勇於成負面的自己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你有勇氣 這才是做自己 OK 跟大家說 來 我來 我覺得做自己 就是真的去 勇敢的踏入那一步 不要在乎別人的眼光 也不要活在別人的期待下面 真的想要去做什麼 就勇敢去做 我覺得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我扮演的一個角色 讓我能夠真正面對自己 是父親的角色 我面對我兒子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自在 我可以扮演好一個很好的父親 而且再怎麼樣 他取笑我 批評我 嫌我肚子大 或爸爸很好笑 我是最開心的 我覺得父親的角色 就是讓我覺得 我真的在做自己 對 好 對我來講做自己 旅行的時候 我一定不做自己 因為沒有辦法做自己 我覺得在家門關了 那就是我做自己 好 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各位的收看 明天小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